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YouTube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在 安卓电视或者Google TV上绝对免费 而且又好用的浏览器 这款浏览器彻底超越了Chrome和Firefox 它就是Downloader Downloader是来自AFTV News 这个平台专门报道Amazon的设备 比如Fire TV,Fire Denver和Echo City AFTV News是由Elias Sabah在2014年创立的 它也是Downloader的开发者 现在这个应用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2800万 只需通过安卓电视上的Pay Store 就能轻松下载和安装这款APP了 如果是Amazon设备的话 同样也可以在Amazon的App Store上搜索并下载安装 打开后直接将网址输入这个网址栏里面 然后点击Go就可以开始浏览网站了 但是有时候如果网址太长 使用电视遥控器确实很浪费时间去输入网址 所以Downloader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你可以先用手机或电脑登录这个网址 然后将网址复制粘贴到这里 点击Sorten 这样就可以生成一个六位数的代码 然后再回到电视机这里 将这六位数代码输入到网址栏里 就可以浏览这一个网页了 这样就可以省区用遥控器输入网址的烦恼 打开网址后 这个红色圈圈就代表你的鼠标 移到最下方就会自动往下滑 点击右上方的三横钢 点击这里 可以将这个网站收藏起来 下次只需要到Favorite这里 就可以再次访问与收藏的网站了 如果觉得左边菜单选项很矮眼 可以选择全屏模式 Fullscreen Mode 推出全屏模式同样也是回到这里 选择Exit Fullscreen Mode 但是这个浏览器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发觉它好像不支持全屏播放视频 最大也只能这个播放尺寸而已 想要在电视上浏览网页 浏览速度也很流畅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浏览器工具 但是如果想用来观看视频 它却无法使用全屏播放 如果不介意这一点的话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OK 最后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如果想要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